哈囉 戀婷 那這支影片會相對比較沉重一些些 因為原先驗孕就是很開心嘛 就是把它錄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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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風向一轉 怎麼變成這樣子 但是拍出來就是想分享我的心情 同時也就跟我一起投腰的被孕的媽媽們 加油打氣獎 手朵 手朵 腳抬頭 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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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ing to 要抬頭 有种粘质 我的饭 我的贴 老板 所以 有个art 不? 那我呢就是四五月的時候開始驗運 剛開始呢就是一條線 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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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到好像第二條線比較淺的時候 就是隱隱約約的出現的時候 很緊張 但同事又很興奮 像說終於來了嗎 終於成功了嗎 但是因為太淺了 實在無法確定 照理來說 時間越久的話 第二條線驗出來會越來越深嘛 所以我就隔了兩天後又再測一次 嗯 真的比較深了 所以我就馬上約了婦產課 但是因為剛好工作的關係 所以還沒有時間去 所以我就約了一個禮拜後 拿著攝影機 就是這台攝影機呢 很興奮的去婦產課 想說哇 可以看到了這樣子 到了婦產課的時候一樣就是驗尿的過程 就是一樣先驗尿 那很奇怪 就是蠻奇妙的 就是驗的時候有第二條線就是淺淺的 我在想可能每一排驗運棒的出事結果 應該都不一樣吧 所以那時候我也不宜有他這樣 然後就等待看著 那醫生看那個的時候就 其實也沒有給我很肯定的答案 因為畢竟我有黃金這一胎嘛 那醫生那時候很表明的就說 嗯 懷孕了 我們來檢查 跟現在這個狀態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當然心裡面就會多少有點害怕 所以進去診間的時候呢 就先照超音波 照了很久 又用陰道超音波這樣 咦 也是查了很久 如果你是上禮拜就驗到這麼淡 但我就剛剛講 我覺得有點擔心 嗯 好像不太合理 那外面看起來還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比較怕子宮外孕啊 之類的 但是因為他的濃度也不高 所以即便是子宮外孕 就風險也沒那麼高 但反過來講 他這個那麼淡濃 我理論上就是會像這樣看不到 哦 嘿 那 等一下我再跟妳說明 好 醫生就有說 找不到胚胎這樣啦 照理來說 如果我的月經是準時的 加上離月經的時間也比較久了 不太 但是不太可能會有這樣子 這條線會這麼淺的狀況 然後 也不太可能會找不到的狀況 好 但是醫生也沒有直接下定論說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說那我們抽血看一下報告 這樣子 於是呢 我就去抽血 但其實那時候的心情 應該說那時候在醫生在照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腦袋聽不太進去任何的話了 因為 老當媽的都知道嘛 就是滿懷期待 滿懷開心的心情去的時候 結果 照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又或者是狀況跟你一樣的 完全不同 你就會陷入一個 恐慌 然後開始 想東想西的狀態 所以 當下呢 我就沒有 沒有聽進去 我只有想說 蛤 怎麼會這樣子 發生什麼事 好沒關係 那就抽血吧 那抽血報告應該會是好的吧 反正就是 無限的輪迴那個想法 剛剛又抽了血 驗了血 這樣子 要等一兩個小時後才會有結果 我覺得這是滿 滿煎熬的 就是心情滿複雜 在等待懷孕的媽媽就是很辛苦 嗯 就是 應該不是在等待懷孕 就是他一直在重複 try重複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 會 很心力交瘋 所以我們就先等待 我們家人 不管是我爸媽 你爸媽 我們身邊的朋友 也沒有任何人在問你 一直逼你說 幹嘛不生 幹嘛不生 為什麼還不懷孕 沒有人講這種話 你幹嘛要跟你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就會覺得 覺得什麼 就是到了人生的目標 你還沒30 你原本30前是不要有任何一胎的呢 你已經超越一個目標了 你自己 遛開 阿靖我們已經要三歲了呢 對吧 所有事情 變化也跟不上計畫 所以 我們計畫好 他可能提前 有可能玩 這很正常 就跟我中熱頭一樣 我計畫好 我隔天會中 可是我跟你講 他就是會玩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要給你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不是說我不想 我也想 而是說 我們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我們就是在try 現在我們的年紀 還沒到這麼老 我們才準備進入三字頭 對吧 放鬆一點 OK 等一下請我吃飯 我已經起了肚子了 呵呵呵呵 叫叫叫叫 有 好不容易認到有兩條之後 又等了幾周了 對吧 這邊都等那麼久了 就算你真的是懷孕了 你還要再等 還要再等10個月 呵呵 想那麼多動 你越是給自己壓力 你之前就記就有講 你越給自己壓力 他越不會有 你身體就會有一個抗拒 嗯 學娃 我給你下次豆腐吹 我換便了 不太適合 現在呢就有在3點叮嚀 就說那些階段呢 就先不要想太多 所以呢就是 回去呢如果有 症痛 就是下腹痛的問題 又或者是有 看到血出血就馬上回來體診這樣 這時候的想法就是 處在一個 喔他可能還在游泳吧 還在選擇 我應該在哪裡桌床 選擇性障礙啦 就像我們 今天要去迪士尼呢 還是要去環球呢 還是開下票價 喔覺得沖繩好像比較便宜 要去沖繩呢 就是各種 類似的想法 讓自己開心一點 這樣 所以呢就是正常的 隔天又繼續正常的 送房間去上課 然後工作 然後下課這樣 到晚上的時候也就是隔一天 到了晚上的時候上廁所 欸 有一股很像 女生都知道 越進來的熱流的感覺 就像下去了 那我剛好是背對的 沖水 但是 一沖下去我才發現 欸那個熱流是什麼 一種感覺不對 立刻拿衛生紙擦了一下 欸是血耶 我馬上跟巨人說 我們立刻刮急診 到了急診之後呢 又再次 驗了尿 那我自己看的那條指示劑呢 其實就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淡 那個淡 其實算是催眠自己來的 假裝他還在 是有 但是 真的好淡 醫生呢 這次就 相對的比較肯定的語氣了啦 他問我的醫院 如果想要保住他的話呢 可以幫我打胺胎症 那 也有媽媽選擇 順其自然的方式 也就是自然流產 我就是坐在那邊看著 我超音波的照片 這樣一直看著 一邊就是 要留住他啊 好不容易耶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不是你就不是你的 是我的就是我的 我最後的想法就是 如果強行留住他 他如果整個不健康的狀態怎麼辦 一回來之後呢 先去洗澡 洗完澡 在上廁所的時候就 啪 出血量就突然增加 這樣 我當下看著的時候就 啪 離開了這樣 我覺得在這期間呢 心情就是非常矛盾的是 升過第一台了 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那個表情 那個語氣 那個文字是什麼意思呢 但就是存在著一個希望 那 當存在著一個 他還在的希望的時候 就會 一直處於矛盾的狀態 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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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不健康 我這樣強行留著有用嗎 就是一種矛盾的心理導致 其實 整個身體的狀況 當然就會不好啦 所以 就像很多人說的 要懷孕 要處於在一個放輕鬆 開開心心的身體狀態之下 當然 寶寶也才會留著健康 記錄出來呢 單純就是想要講 自然懷孕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非常 幸運跟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非常幸運就是 在第一台黃金的時候呢 就可以 很自然的懷孕上 然後是整個孕期呢 也沒有很多太多不舒服的地方 也健健康康開開心心的這樣 這次呢 也算是給了我一個機會 讓我重新反思 整個在 背孕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過於追求 過於 給自己壓力 又或者是 太過於追求什麼樣的這個目標 導致沒有留住 難過歸難過 生活還是要繼續 同時呢 一定還有機會 遠分會再回來的 時間的長短 還是要依照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有這樣的狀況 又或者是還正在背孕的媽媽們 我們一起加油 對 很多事情呢 不如預期 一定會很失落 很難過 會想大哭一場 那就是哭吧 難過 真的沒有關係 重新擦乾眼淚之後呢 再重新 再來一次 那不管怎麼樣 身體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 顧好 我相信 會再回來的 我也希望在 哪一天呢 能夠 是 驗孕的影片 但是是 好的消息 告訴大家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